真的是要把共犯结构给通通一网打尽 因为九丰油脂跟永城物料就是正义公司的上游 涉嫌混虫饲料油卖给正义 嘉义县卫生局就查封了这两家的油槽 还各财罚了三千万元以及停业半年 油品风波持续延烧 嘉义县政府卫生局人员13号中午前往顶星上游厂商 九丰油脂以及永城物料公司 现场查封工厂内79座油槽 嘉义县政府今天联合机杂小组 带着我们的行政裁处书跟封条 来到永城物料跟九丰油脂两家公司 来进行这个现场的机具设备的一个封锁 嘉义县政府大动作除了加油槽一一查封 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对九丰及永城这两家公司各财罚三千万元 并依行政处分停业六个月 卫生局还强调如果行政处分期间 业者擅自复工 将撤销工厂登记证以及商业登记证 另外呢也责成里面的员工交付这个行政裁处 予以裁处新台币三千万元 自即日起到104年的4月12号停业六个月处分 另外高雄地检署12号晚间向法院伸压 局中牵线漫游给顶星的前客 领名中获准 13号上午再度进入正义游厂高雄人物厂区 进行搜索离清疑点 联合报 黄文权 徐白英综合报道